首先带您来关心台湾2012领导人大选 亲民党投下了震撼弹 党主席宋楚瑜今天上午不但是亲自到了选举委员会去登记联署 还邀请学者林瑞雄来担任副手 确定以台湾领导人参选的身份正式投入选战 宋楚瑜加油林志雄加油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亲自现身选委会登记联署迎战2012 支持者欢呼声不绝于耳 宋楚瑜登记联署之前还找了大批媒体 滔滔不绝讲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参选理念 正式宣示参选决心 亲民党来势汹汹要让选民耳目一新 经由在2000年担任副手的张昭雄推荐 宋楚瑜决定找政坛菜鸟 却是一等一的公共卫生专家林瑞雄来担任副手 为什么我会找到我新的一个伙伴 那就是好多人都不愿意躺政治的浑水 说我们的政治实在好像一潭污水 那个绝对不符合公共卫生的条件 今年72岁的林瑞雄台南人不但是现任的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还是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卫双博士 曾经亲身前往SARS灾区研究 更是国际知名的流行病学专家 民进党发言人陈其迈及前立委李应援都是他的学生 虽然是政治界的新鲜人但是志气很高昂 没到一百万我大概没有这个勇气增加 因为我在七月在美国有开个挂 我是因为不挂 这个挂挺重要 没有那个挂我大概不会一头 那个挂是七十一只保引帅的 继两千年的副手张骚雄之后 宋楚瑜这回在打学者牌 但面对泛蓝分裂 选票将面临被瓜分的命运 老宋也有交代 一句不要怕安慰南营席日盟友 宋楚瑜执意要选 立拼连数破百万 挑战台湾领导人大卫 二十八市中山林俊峰台北报道